台中67岁的灵性妇人 一年多前这右手上臂突然疼痛不适 这麻酸感是一路延伸到手掌 手掌感觉就像被热水烫到 唯一的缓解方式呢 是就是像自由女神般的把手给举高 让她常常是受旁人异样的眼光 就一检查之后才发现她是颈椎椎间盘突出 牙迫到颈部神经 经过内视镜微创手术之后 才终于缓解了妇人长年来手臂疼痛的问题 指着手臂上的疼痛处 67岁灵性妇人一年多前 右手上臂突然疼痛不适 麻酸感一路延伸到手掌 感觉就像被热水烫到一样相当难受 只能像自由女神般把手举高才能缓解疼痛 让她经常饱受旁人的异样眼光 都是这里最痛 手举起来就不痛 但最后是拉到这里 又是拉到这里 所以好像烫到那里很痛 然后她发现自己在做一个动作 也就是将右手抬起来的时候 因为抬起来的时候 这个神经会一起被抬上来 神经会比较松 就像原本被绷住的绳子 然后因为抬起来之后就变得比较 看理应来比较松 所以这个被压迫的状况就会比较缓解 灵性夫人表示 尤其每当天气变化大的时候 手臂疼痛的症状更是相当明显 严重影响睡眠与生活品质 就已检查后才发现 是颈椎椎间盘突出 压迫到颈部神经 经过内视镜为创手术之后 长年来的手臂疼痛问题 才终于顺利得到缓解 他原本大概八九分痛 对他说晚上睡觉的时候都手要矩着 那只要睡着之后一放松手一放下来之后就很痛 所以他在开完到隔天之后 他说从来没有睡得这么好过 那以往也都从没苦见 那隔天之后就都好了 传统的颈椎手术必须化开五到六公分的伤口 才能切除椎间盘 如今透过内视镜手术 伤口不到一公分 就能将突出的椎间盘胜利摘除 术后恢复也相当良好 医师提醒 民众如果出现肩颈酸痛或是手臂麻痛的时候 最好要做详细检查 避免疼痛持续恶化 接着重播和台中采访报道